大家好,我是徐伟珍老师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刘编4》 《唐传奇系列3》 知怪小说《李富妍的订婚店》 还有她的《新公平上线》 《订婚店》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有名 它就是月下老人的故事 那它是晚唐李富妍所写的一个故事 唐人传奇 它是唐人传奇的名片之一 那它出自于唐代李富妍的《续优怪录》 原名是《续玄怪录》的一篇小说 那它里面记载的一些说法一直影响到现在 像是第一点 这个故事呢 记载了掌管英元的神奇月下老人的由来 然后第二点呢 月下老人记录英元的本子叫做鸳鸯谱 第三点呢 告知世人 英元天注定 凡事皆有定数 那现在我们来进行这个故事的正文的部分 唐代有一个书生叫做维固 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 想要早点成家 他相亲非常非常的多次 梅伯也帮他介绍了非常非常多的对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总是都没有成功 一个成功的例子都没有 让他非常的苦恼 因为他一直都是故家寡人 那有一天他到清禾这个地方去游玩 他就住在这个宋城南面的旅店 那他刚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人为他介绍了这个清禾司马 攀访的女儿 那有人帮他介绍呢 那维固当然很高兴啊 那那个人就约维固 就是第二天一早就到这个店啊 旅店的西边的一个龙兴寺门前见面 那因为维固他就是很着急 想要找对象 所以他非常早就来了 有多早呢 他天还没有亮就到了 当时的明月还高高挂在天上啊 那因为早来的缘故呢 他就先散步等着 看到一个老人呢 他在月下面看书 他就偷偷去看老人呢 他在看什么书呢 结果他居然发现说 老人看的这个书 他竟然一个字都不认识 他就问这个老人说 诶这是什么书呢 那老人就回答说 这不是人间的书啊 你怎么会看过啊 因为他认为他认识很多字 就是各个字 朝代的字 或是国内的字 国外的字 他都认得 那为什么他看不懂 那老人就说 因为这个是阴间的书啊 你这个阳间的人看不懂 是很正常啊 那接下来呢 维固就问他说 诶你这个阴间的人的话 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呢 这不是阳间吗 老人说 凡是阴间的官员 都会掌管阳间的事情 那掌管人间的事情 就不能老在阴间啊 要不然怎么掌管呢 所以呢 今天路过这个地方 人跟鬼各走各的 你当然不会认识我啊 那维固就好奇说 那你是掌管什么事情啊 那个老人就说 我是掌管人间的婚姻大事啊 那维固他听着就很兴奋 他一直都很想结婚嘛 他就问说 那他跟潘斯玛的女儿 婚式能不能够成功 那个老人就说 不能够成功 因为啊 不能够成功 因为啊 这个命运都是有定数的 虽然你降低了身份 找一个地位比较低的 但是那也是得不到的 而且啊 你将来是要做大官的人 你的媳妇现在才三岁而已 要等到十六岁 才能进你家的门 然后维固又看到那个 月下老人 他的口袋有东西嘛 他就问说 啊你的口袋里装什么东西呢 你的囊中装什么东西啊 那个老人就说 那是红神啊 就是等到两个人的姻缘 都定了之后呢 我就会偷偷的把红神 记在他们的脚上 不管是仇家 还是贫富悬殊 或是相隔天涯 只要红神一戏啊 就再也无法躲避了 所以现在你的脚啊 已经跟他的脚戏在一起了 用红神戏在一起了 如果你再找别人的话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啦 那在天亮之后 这个维固他等的人还是没有来 然后他自己也是 加上他自己也是很好奇 他的未婚妻是谁 长什么样子 那月下老人就说 他的未婚妻啊 是旅店北面卖菜 成婆家的女孩 便带她去指给她看 他就跟着月下老人 一直走一直走 来到这一个菜市场啊 他就看到一个独眼的妇女啊 抱着一位三岁的小女孩 看起来非常的疲惫 非常的粗俗 老人就指着那个小女孩说 这就是你的妻子了 那委顾他没有很高兴 他非常生气啊 他不想娶这个粗俗人家的小女孩 成为他的妻子 他就开始磨刀 他磨了一把刀 然后交给他的仆人 然后跟他的仆人说 我有一万钱 然后你去用这个一万钱 去杀这个女孩子 把这个女孩子给杀掉 因为他真的不想娶这个女孩子啊 是不是很残忍呢 那这个仆人呢 他就趁着菜市场 人多混乱的时候 就刺了女孩一刀就跑 那委顾就问仆人说 那你到底刺中他没有 那仆人说 原本是想刺他的心脏的 但是却刺到了他的眉间 就是两个眉毛的中间那个地方 那在此之后呢 维顾他还是经过很多次的求亲啊 相亲啊 就是说眉啊 就一次都没有一个成功的 又过了14年 这个维顾啊 他到向州参军刺死王太手下 担任副官 他负责审讯囚犯 因为他非常的能干啊 他就受到了赏识 所以这一个刺死王太 他就将这个女儿许配给这个维顾啦 那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啊 这个新媳妇啊 他才16 17岁而已 他的龙帽非常的美丽 那维顾也非常的满意 但是有一个地方啊 他就感到很疑惑啊 为什么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这漂亮的老婆啊 他的眉间总是贴一个纸花呢 就是用纸做的花形的一个装饰 贴到他的额头上面 眉间那边 那即使他在洗澡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把这个纸花暂时拿下来 他也不拿下来 都一直贴着 好奇怪啊 然后他看到这个妻子的眉间那个纸花 他就突然想起来 以前曾经叫仆人就是去刺杀那个小女孩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仆人是刺中小女孩的眉间 所以他就问一下妻子啊 为什么你的眉间呢 总是贴了一个纸花 然后那个妻子就煽然泪下说 我是俊守大人的侄女 不是他的女儿 所以这个妻子是他长官的侄女 不是他长官的女儿 以前呢 我父亲是送承县令 死在刃上 当时我还在强保之中 母亲和哥哥也相继死了 就是他还在需要人抱抱的小婴儿的时候 他的父亲母亲跟哥哥都死掉了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唯一的庄院在城南 城的南边 然后他的如母城市呢 就居住在这个店铺的附近 靠卖菜度日 那那个他的如母城市就可怜他 还太小 所以就不忍心把他就是放到家里面 所以就会带着他一起出去外面卖菜 那在三岁的时候呢 这一个他的如母城市 抱着这个小女孩在菜市场卖菜 就被一个狂徒啊 用刀子刺中了他的美心 因为这个刀痕到现在还在 所以他为了美观的关系 他就用纸花把这个刀痕给盖住了 那一直到七八年前呢 这个妻子呢 就跟着他的叔叔到如龙任职 然后就在以他叔叔女儿的名义来嫁给这个维固啊 那维固就问说 啊那你的如母城市是不是瞎了一只眼睛啊 那妻子就说 对啊你怎么知道的呢 维固就说 因为刺杀你的人是我派过去的啊 这是不是很荒唐 自己派人去刺杀自己的未婚妻 然后维固还说 真的是很奇怪啊 原来这是命运啊 然后维固就从十招来 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 就是他遇到月下老人啊 然后为什么要刺杀他妻子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那知道了这个命运 因缘天注定之后呢 自此他们就互敬互爱 后来生了男孩叫维固 当了燕门太守 母亲呢就被封为太原君太夫人 这才知道命中注定的事情呢 是不会因为人力所改变的 那宋城献命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呢 为那家旅店定名为订婚店 那家旅店呢 就是决定了这一个 违固跟他未婚妻 跟他妻子的这个婚事 所以那家旅店就被叫订婚店 那也是这一个小说传奇的名称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李富妍新公平上线这个故事 新公平跟陈世联呢 他们两个是县位 他们结伴出行呢 在客栈遇见另外一个旅客 叫做王真 但这个客栈非常的简陋 只有王真的床比较赶紧 那客栈的主人为了要讨好 这两个县位嘛 打算想要把这个看起来 是树人的这个王真啊 赶去比较脏的床去睡 那新公平呢 还有陈世联他们两个人 就阻止客栈主人对王真无礼 所以他们三个人呢 就成为了好朋友了 这个王真他很神奇 他的预言超准的 而且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使神哦 他的上级是一个将军 还有五百名鬼兵 要来迎接皇帝上仙 上仙的意思就是登仙 那怎样的人可以登仙 就是死掉的人嘛 那王真是将军墓下的文书官 王真邀请新公平通往 观看皇帝上仙 但是陈世联因为命烧薄 而无法前往 因为拨命的人不能够去看见鬼 因为看见鬼的话 他可能就会身体的体质会受到影响 可能就是这样子暗示的这个原因 那将军呢 也就是王真的这个上级长官呢 他带着五百个鬼在行进 他进入长安通败门及各个街道 都有官吏将士相迎接 到了天门街呢 有一个紫色衣服的官吏报告说 由于鬼兵的人数太多了 无法安顿 将军就决定说兵分五入 自己先与清兵啊 王真跟新公平啊 住在严汝宫庙 严汝宫的祖先呢 穿着着华服 好像是要迎接将军 王真说自己已经向阴间汇报 要让新公平陈世联两人升官 那上面说的严汝宫呢 就是唐代很有名的书法家 严真卿 严真卿的书法非常的有名 被称为严体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故事 将军他们好久好菜的住了好几天 但是将军啊 他们一直很烦恼 因为皇帝的死时已到 他就是皇帝要死了 但是由于皇帝有众神保卫 所以将军无法带走皇帝 那这个王真呢 他是文官 他就献了一记啊 他就说 那就举办宴会啊 然后宴请众神啊 那因为宴会的时候 会有很多肉嘛 新山就是肉 众神为了肉食 就会松懈皇帝的责任 就是可见 神也喜欢吃肉这样子 那将军就一记而行 那众神果然就是为了吃肉 而善理之手 将军呢 他在虚实 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 这个时间呢 他进入皇宫的宫门 到了宣政殿下 将军呢 他穿着金色的铠甲 看起来很帅气 手持着月 带领了五百个骑兵 三百人骑马 两百人步行进入殿门 又让其中五十个士兵呢 手持兵器包围在殿外 像是戒严状态一样 三跟四点呢 就是临时的三十六分 出现了一位令人畏惧的怪人 那这个怪人怎么怪呢 他的胡须很多啊 他的身材非常的高大 他穿着绿色的衣服 黑色的裤子 衣服呢 都绣着这个红边 还披上 画上彩虹颜色的紫纱 作为披风 另外呢 他戴着一顶不像虎皮 也不像豹皮做的皮帽 外面也融了一层红纱 他的状帽非常的可怕 怪人神出鬼没 手拿了一尺多长的黄金匕首 走到将军面前拱手作衣 说 时间到了 将军多次对怪人挑眉示意 怪人应答之后跑开 怪人从西乡 由阶梯一阶一阶的走到 黄帝玉座之后方 向黄帝献上匕首 此时黄帝身边的人 突然一片纷乱 房上开始头晕 五月也停了 就是停止跳舞 也停止唱歌了 黄帝呢 学籍就被扶进西阁 就是西边的房间 久久不出来 一直都没有出来啊 将军一直催促 黄帝快出来啊 但是房间里面的人回答呢 房上不应该先洗澡吗 这样子才好上路啊 就是说在那个 死掉的时候 就要先那个沐浴 这样子的一个暗示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这西方的房间呢 就传来阵阵的洗澡水声 黄帝的灵魂出来了 被扶上一个玉鱼 就是玉制的一个教旨 六名穿着青色底 描有龙凤图案的人 抬着这个玉鱼 就是玉制的教旨 大将军呢 走到教前 对皇帝做了一个 一字拱手的一个礼节这样子 那他有说明原因呢 大将军说啊 全副武装的军人不必下败 因为军中执行军礼 这个关系 所以他不必就是跪拜皇帝 他只要拱手行礼就好了 我们也可以想想看 全副武装的话 那身上都是那个铠甲 很坚硬的铠甲 你要拜的话 你只要蹲下去 你就很难再站起来了 就所以这个不跪拜 其实也是一种人之常情 皇上在纷乱的人间 日理万机 非常的劳苦 又有光影迷迷之音 震荡双额 妖艳的美女 用美色诱惑心灵 皇上 你那个纯洁 纯真的胸怀 如今还在吗 这是将军问皇上的话 那皇上回答说 我的心灵又不是金石 看见了那么多的诱惑 怎么可能没有小小的晕船呢 反正现在我也要走了 也不在乎了 将军对皇帝笑了笑 然后呢 就引领这个玉智的轿子呢 离开了宫殿 身后的工人 以及诸位的妃子呢 他们一边哭着 一边插着血迹 拉着玉鱼 就是拉着玉智的轿子 不忍皇帝离去 那我们看这个血迹 这两个字呢 他应该就是暗示 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死亡啊 因为有血迹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 几个月后哦 他不是当场发布 他是几个月后呢 朝廷才发布皇帝驾崩的消息 为什么他要讲几个月后 那是因为说 代表说这其实是一场阴谋 他们要先布置了几个月之后 想想好万全的对策 才发布皇帝驾崩的消息 新公平被升为扬州江都县的主部 陈世联呢 被升为衍州辖丘县的县城 那王征的预言呢 就兑现了 因为王征他之前说 他已经向阴间汇报嘛 就是要让新公平跟陈世联两个人升官 所以这边就说 王征的预言就是对线了 这样子 然后后面写说 原和初年李富言在蓬城当官 而新公平之子呢 在徐州担任参军 所以他们两个就认识了 那李富言呢 才得以知道这件事情完整的情节 所以记下这篇故事 要警醒世人 就是李富言呢 他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完整情节 所以他记下这篇故事呢 就是要警醒世人 就是活在世界上在世的人 阳间的人这样子 警醒傲慢的世人的意思 就是要对鬼神 反有敬畏之心这样子 那新公平上线 这个故事非常的特别 非常非常特别 那特别的地方 并不是因为他的文采斐蓝 不是因为他的文采很好 而是因为他是借由这个鬼故事 然后揭发一场 行刺皇帝的 新公平上线 整称新公平 是一篇唐传奇 收录于李富言所作的 续弦怪鹿又称为续优怪鹿 叙述现位 新公平他遇见死神 并见证死神 与五百名鬼兵 将皇宫的守卫神引诱开来 成功接引皇帝上线 登线的过程 这是一篇知名的智怪小说 太平广记里面呢 就是宋代的太平广记里面呢 就是广泛的收入唐朝的传奇 但是却不愿意收入此篇呢 因为这一篇的传奇小说 很可能是影射皇帝的遇刺 容易让人联想到 宋代的也是 竹银辅身 那我们来看一下竹银辅身 是什么意思 竹银辅身呢 就是相传 北宋开国皇帝 宋太祖赵匡映 病重的时候呢 教他的弟弟宋太宗入宫 秉退左右 然后在一个竹银底下呢 因为他们是有隔着一个布幕 所以外面的人 就是外面的下人 是看在看到只有在竹银底下 遥遥的看见这个宋太祖 或是离席 或是躲离的样子 好像在逃的感觉 然后呢 还听到宋太宗呢 就是银府戳地的声音 就感觉很像 一个用斧头去砍人 然后一个在逃跑 这个感觉 那当天晚上呢 这个宋太祖赵匡映 他就崩足了 就是他就已经去世了 那而且当时呢 宋太祖之地 宋太宗赵光映 就马上就继位了 所以史学界就是怀疑说 赵光映 世兄篡位 后来呢 这一个竹银府身呢 就比喻一而不绝的一个悬案 那有关这件事情呢 以僧人文银的 旭香山野路 最为著名 那这里面的故事说的 竹银是宋太祖兄弟两人 饮酒的身影 辅身是宋太祖 持府铲除 殿上积雪的声音 这个事件 由于没有第三个人在场 因此一直以来都有说 赵光映世兄登基的传说 亦无法证实 而成为千古的悬案 那这一篇传奇故事的皇帝 是指谁呢 就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像是唐顺宗呢 唐献宗之说呢 皆有 那这篇故事呢 很可能是 借由这个灵异的故事 影射皇帝遭到兵变谋杀 由于中国民间信仰中 鬼神不需要住在旅馆 就算接引死者的灵魂 进入幽民 也不需要老师动众 鼓刀弄枪 更没什么好等待死者洗澡的 伟兵可能指兵变的团队 护卫的众神 就是恭敬的敬畏君 洗澡即是清醒遗体 由于顺中或献中的死亡详情呢 史书都没有记录 所以本篇传奇呢 可以作为参考用的史料 作者宣称写此文的目的是来警告 杨世坚傲慢的人 但这明显是一个托词 那陈衍克认为就是假托 道教兵姐之词呢 已记录献中被试杀的事实 理由是因为这篇传奇的篇首 有圆和末三个字 那圆和的年份呢 就是西元的806年的正月 到821年的正月 这个是唐献中的年号 共计有15年这个样子 但是另外一个学者 黄永年认为陈衍克似乎是误会了 因为续旋挂入一书内文 在宋代超路的时候呢 要屡屡避讳真元之真 因为这个真跟宋人中造真的真同音 所以当时的民众畏惧冒犯皇室 惯例通常是改为正元 但编者为了怕麻烦 往往直接改成圆和 在续旋挂入中 常常可以看见 所以这个黄永年 他就认为这个 新宫平上仙里面的皇帝呢 是唐顺中 那陈衍克呢 他就认为呢 新宫平上仙里面的皇帝呢 是唐献中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唐顺中 唐顺中的名字叫李宋 他是唐德宗的长子 唐朝第十三代皇帝 除了五折天之外 他是八零五年在位 他的高祖父是唐玄宗李荣基 那个时候他当皇帝的时候 李荣基还在仁世 所以就被清朝人造译称之为 一堂五天子 包含了唐玄宗 唐树宗 唐代宗 唐德宗 唐顺宗 这样子 那李宋在真元二十一年的时候呢 正月即位 他改年号为永真 任用东宫旧人 王匹 王书文为汉林学士 宰相 韦直仪 韩太 韩叶 刘中元 刘雨席 陈建 林怀 陈毅 等人的支持下呢 从事改革德宗以来的避震 包含了贬次贪官 废除公事 停止盐铁 进钱和地方进凤 他还试图收回宦官的兵权 史称永真革新 那这个唐顺宗 他在即位的时候 他已经中风了 暗雅不能言 就不能讲话了 他的照例呢 就出自牛昭龙手中 这个牛昭龙就是他的后宫的一个妃子 然后他的官位是昭龙这样子 在统年的八月 幻官 聚文 针等 勾结了部分的官僚和藩阵 逼这个唐顺宗退位 传位给太子李春 还罢免这个王匹等人 史称永真内善 就是善位的善 善让的善这样子 就是唐顺宗当朝呢 他就只有一斤 仅仅七个月而已 就至余年改元 内善 既革新失败之后呢 方宁太上皇兆 改元永真 又贬次韩太等八人 史称 二王八司马 次年 元和元年 英历正月十九日 他崩处于 新庆公之闲宇店 官方说法为病死 但是也实认为 唐顺宗他是被宦官谋杀而死 那这件事情透过唐人传情的影色 然后流传到后世 这唐顺宗他也是唐朝唯一一位 以先帝嫡长旨的身份 成为皇太子 而且最终继位的皇帝 他死后的嗜好为 智德宏道大圣大安孝皇帝 那再来我们来看唐顺宗 唐顺宗就是李纯 他的原名是李纯 就是一个是那个纯白的纯 然后一个是三点水的那个纯 那他是唐朝的第十四代皇帝 除了武则天之外的第十四代皇帝 那这个唐顺宗他是透过 宦官聚文征等人的协助 才让他的父亲唐顺宗 让位给自己 这就是永征内善 继位之后唐顺宗他曾一度讨伐 不服从朝廷命令的藩政 短暂终结藩政格局的时代 重新统一中国 史称缘和中心 也因此成为安时之乱以后评价最高的唐朝皇帝 宪宗的地位是由宦官永利的 因此宪宗他就重用宦官 军队中许多将领跟监军呢 都是由宦官担任的 有些宦官拥有很高的军权 但是宪宗对宦官也没有很优待 而且呢他后期号产生不老之术 他常常服用这些金丹啊 那他服用金丹之后就有一些副作用 就是他每一天都会觉得心情很急躁 然后口就是嘴巴很渴啊 然后又很暴躁易怒啊 然后动辄就折罚左右房门 宦官不堪边吃 就是他就是动不动就会折罚左右的宦官 然后他们就是用边形啊 那这个让人家觉得很痛苦啊这样子 让这些宦官觉得很痛苦 那在元和15年的时候呢 这个唐县宗他又突然死掉了 那据说是被宦官那场是 陈宏志和王守成和蒙毒死的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宦官叫说十几名的宫女 集体将这个唐县宗闷死 让他成为这个历史上第二位被女性杀害的皇帝 第一位被女人杀害的皇帝是静孝武帝 然后静孝武帝是被张贵人所杀害的 那唐县宗再为15年享年42岁 他的诗号是圣神章武孝皇帝 大宗三年呢加诗号 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 王福之在他的读通见论中推理 认为唐县宗的暴毙是因为郭氏 就是墓中的生母还有墓中众逆之所为 就是王福之他就是推论说 这一个唐县宗他死亡的原因呢 一群宦官联合他的儿子唐木宗 唐木宗就是礼恒 就是这个唐县宗的第三个儿子 就是联合这个唐木宗一起把他弄死 然后就让这个唐木宗当皇帝这样子 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命运的复制啊 简直就是剪下贴赏 他自己这样对待他爸 他的儿子也这样对他 那不管新公平上线 他里面的这个皇帝 到底是指唐县宗还是唐县宗 总之这父子俩他们都是不正常的死亡 而且他们死亡的原因都是跟犯官有关 那接下来的话会再讲其他的传奇故事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 而且呢一定要按赞帮忙按下赞 谢谢大家拜拜